今天是这次的 东京奥运圣火一波三折 三个多月来寻回46个都道府县 现在终于抵达主办城市东京 东京度芝士小池百合子主持圣火交接 民众在场边的康医生让现场有点尴尬 欧运23号开幕典礼登场前 要因Delta变种病毒肆虐让东京疫情再升温 日本只好忍痛决定东京场馆将不开放观众进场 大会を楽しみにされていたチケット購入者の方々は もとより各地域の皆様には大変申し訳なく思っております 但东京人倒是松了一口气 東京奥运关起门来打 已经售出了363万张门票 其中东京场馆门票可以退费 预估门票损失约台币233亿元 堪称史上最烧情奥运 奥运史上头一遭闭门开打 现在南韩232名运动员组成奥运代表团 准备回军日本为国争取荣誉 TVBS新闻 三文八道 请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让您随时掌握国内大小事